Hello,大家好,我是David 谢谢IOH有一个机会来分享一下朝阳科技大学传播艺术系在做什么 那IOH的网站上面关于科大的资料好像比较少一点 所以刚好有这个机会可以告诉大家一下科大的学习内容是什么 那谢谢台北的周平桥女士的赞助 他想跟大家说的是分享与传承 这是我的目录,大家可以做参考一下 好,那首先我先自我介绍 我的本名叫做徐政杰 我是朝阳科技大学传播艺术系毕业 那高中是就读松山加商的广告设计课 那这一张的背景图是我在大学的时候跟同学在一堂课的算是作业 那当时我们跟朝阳科技大学学校合作 因为学校每一年会推出一个行销学校的一个影片 那当初我们那一届就打算用MV的方式来呈现 所以呢就有人写了一首歌 那我们就把它拍成一段有故事的MV 那这个就是影片当中的其中一个片段 这个也是在朝阳里面拍的 好 那在谈学校之前我认为 你应该先知道说 你自己想要什么东西 因为从不管高中或者是高职 你要升上大学之后 你应该都知道你要选的这一颗戏是什么 因为我常遇到一些人他们会 我就问他们说 OK那你是什么戏 然后他们说 我是什么戏 但是 然后我就问他们说 那你有喜欢你的客戏吗 就是你在做什么 那你以后还会继续走 那很多人他们会说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我自己的客戏啊 那我以后可能也会继续做啦 有一些不会 但是他们并不是很热衷于自己 在学的这个东西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 会是个性的循环 因为你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所以在高中或者是高职的时候 只是你需要去了解你自己的兴趣跟喜好 那高职可能你会比较快就决定说 你要读什么 那我当初会选择高职 是因为我认为 我不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人 所以在高职的时候 我当时对一些美术设计有兴趣 所以我就选择了广告设计课我就去就读 所以当时我的爸妈 他们其实很希望我读高中 但是我蛮坚持的 我就觉得我想要读高职 那到现在我一直觉得当初的这个读高职的决定是 是非常好的 因为高职会 我认为在设计的这个科系 他教的东西会活 可是其实在也有很多人不喜欢设计 那就是看你喜欢什么 如果在高职的科目里面 都没有你喜欢的 那你不如去选高中 这是我的想法 那这一张图 他可以算是启蒙我的对影像的热情的一部片 他是台湾的易志炎导演的《蓝色大门》这部片 那当初在看这部片以前 其实我对电影是完全没有概念 我以前就是只看喜剧啊 然后就是电影台上面播的 所以就是看看就过了 那有一天我跟我 我记得我跟我表哥和我表妹 我们就是那时候国小 然后在玩 结果呢我表哥就说 诶等一下要播这部片这样 然后我根本就不知道这部片是什么 但是我就跟着他一起看了 那看完之后我就觉得 诶 原来电影是可以有这一种形式 有人可以这样子去讲一个故事 但是看完这部片其实 我没有 就对影像产生非常大的热情 我只是觉得 诶原来电影可以有这样的方式去拍去讲 只是在我心中埋下一个小小的种子 但是我认为 以我现在回想起来 这个 这个小小的种子就是 引发我以后 会去想要读 有关影像方面的事情的一个起始点 所以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不管你在学任何一件事情 就是 可能啊 都有一个最小最小的那个开始 那 也许你之后回想起来你就会知道是什么 那到底要选高中还是高职 嗯 算我们现在 我现在这个talk是在讲 有关科大的 但是我觉得 因为科大就是从高职身上来 所以 你就必须在高中的时候就要做抉择 你要读高中还是高职 那这个就跟我前面讲的一样 嗯 嗯 你必须按照你自己的喜好去走 但高中目前还是很大多数人的一个选择 其实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 我觉得你必须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虽然 高中没有多大 但是也不是小孩子 所以 知道自己的选择我觉得非常重要 那 接下来就切入正题 我们来说一说 朝阳科技大学这个学校 这个学校 那今天 我只会针对朝阳科技大学的传播艺术系来做分享 首先我为什么会选朝阳科技大学来就读 是因为在高中的时候 在高职的时候 我就非常的想要考取有关电影影像的 在高中的科技 那可是科大的 这相关的科技其实不多 那朝阳 是我当时能够查到大概算很不错的学校了 那另外一间大概是 昆山吧 对 对 那我就选择朝阳 因为台中比较近一点 就是我是台北人 所以从台北到台中会比较近一点 那朝阳其实我觉得也还不错啊 至少我读下来我觉得算还蛮值得的 好 这个是朝阳的 算是空拍图吧 好 那么这张图片 可以看出来 朝阳它是 算是在 山 半山腰 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就要骑上一个斜坡 所以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有机车啊 那 有某些人他没有车 所以他就会选择住在山脚下 那走路上去其实 不会很久 大概 五到十分钟而已 是非常近 但是校园里面它也是一个山坡的地形 所以 机车只能骑到某一个地方 那其他你要跑课的时候 你就必须用走路的 所以有的时候 很赶的时候就会很累 对那朝阳 其实说大不大 他缩小也 还好 嗯 所以体力要练一下 好 那 朝阳我觉得蛮有特色的是 也不是说蛮有特色的啊 就是我蛮印象深刻的 是他的宿舍 因为他有分两个宿舍 那第一宿舍是 就是在校园里面的 第二宿舍就是在校园外面的 那这个就是校园里面的宿舍 因为我本身不是住这个 所以我对他不是很了解 但是他就是 比较多人住的 大概有四到六个人 好像还有八个人的 那就是一般大家所熟悉的那种宿舍 那就是一般大家所熟悉的那种宿舍 就是大家住一间 然后可能 洗澡要 另外 有另外再隔出来 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 就是每一间有没有自己配置 好像也有啦 那我自己住的是 这间第二宿舍 那他比较高级一点 因为他我 我去住的时候是第一届 就是我是第一个入住的那一届的学生 那他真的非常的 算是还蛮高级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大门就是长这样 可是他位于 他位于在校外的地方 那不是 我觉得要如果要走路到学校要非常的久 所以其实适合有机车的人去入住 好这个是他的中庭 那他每一栋 每一个层楼他会分男生跟女生 不会混杂在一起 然后大门进来会有一个管理员 所以是安全上面还算不错 那我住的就是这一种 我是住两人房 那当时跟我住的一个室友 他就是跟我同系的 所以 实验上会蛮还蛮好配合的 但是 常常会遇到你是不同系的人住在一起 所以 这个就是大家时间要去做协调 好 那我们现在进入科系的部分 传播艺术系 那简称CYCA就是超样communication art 那当初为什么我会从设计科系转转到传播科系 是因为高中的时候 有一个老师他出了一个作业 那这个作业他就是说 OK你必须要用照相的方式 用照片 然后呢 去说一个故事 他好像没有限你用几张照片 但是你必须把它剪成一段影片 然后 不管你怎么做 反正你就是用照片去做一个影片 那当初我对这个作业非常的投入 因为我觉得很好玩 所以到 做完了这个作业我才知道 原来我是这么喜欢 去做影像的东西 而不是去画画什么的 所以我其实不太会画画 我不是很喜欢画画的 我比较喜欢做影像的东西 所以当时我就 我就把我的目标设在 我大学的时候我要度 传播影像科系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 有这个想法 那后来我就顺利的 考上朝阳科系大学 所以很多事情 其实 你必须去做了才知道 你到底对他的感觉是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你很喜欢这个东西 可是你真的去做了 才发现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样 或者是你原本对某个东西没有兴趣 结果你做了 发现 原来他这么有趣 那这又回到前面的话题 我觉得高中或高中 虽然读书很重要 但是你必须 你还是必须去接触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你才会知道你这个人 真正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好 OK 那我还记得我考完是我去推真 那时候很多人就在朝阳的一个教室里面 就在等 那那时候传播系的系主任他就走进来 他就跟 因为家长跟学生都在 所以他就 跟大家讲了一小段 话 之后他就补了这一句 他就说 如果你现在是想要当艺人的人 的 的学生 那你现在可以回家了 因为我们这边跟当艺人 是跟我们就没有关系的 我们不是走幕前 我们是走幕后的 其实我觉得 有这样的误解 还蛮奇怪的 就是 为什么会有人觉得 他是当幕前 然后来读这个系 他就可以 当幕前 但 我不知道 我是没有这个疑惑 但是很显然是 有人有 那现在就讲清楚 跟当艺人没有关系 所以 到底传播系要 是怎么样子 其实就是这样子 这些是我们 拍片 在场景跟场景之间 要幻场的时候 所以大家 基本上就是 超级累 然后已经睡死了 我还记得 这一次 就是这 我坐在这个车上 就 开车的司机 是我们的灯光师 结果他在等红灯的时候 他就睡着了 然后就撞到前面的车子 还好前面不是什么流氓之类的 他没有跑出来骂我们 因为就扣到以下下 所以基本上 嗯 拍片是非常耗体力的 大家其实都是非常狼狈不堪的 所以 大家就是能舒服就舒服 没有在care 外形的 所以拍片不是什么光鲜亮丽的事情 所以 嗯 你真的要有热情 你才做得下去这件事情 那传播艺术系 我认为它可以分成 传播跟艺术 它是分开的 两个部分 它只是把它放在一起的名字 所谓的传播 嗯 这个 比较集中在大一 因为大一很多必修课 那传播它就会跟你讲说 人跟人之间 你们要 如何沟通 才可以达到有效的效果 那 媒体要怎么传达 它的讯息给你 例如说 现在 我要分享我的 就学经验 所以我现在跟你讲 这个就是一个传播的过程 所以今天我跟你讲的东西 是由我来决定 我要讲什么 我可以讲草阳的好话 那 我就一直跟你讲它好话 你就会觉得 草阳好像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那我也可以讲草阳的坏话 我一直讲它的坏话 你就会觉得 草阳好像是一个不怎么样的地方 所以 我可以决定 你的观感 如果你只听我的话的话 那我就可以决定 你对草阳的印象 这就是传播 所以呢 我们现在为什么会说 媒体的力量非常大 因为大家要知道 嗯 世界上 嗯 好吧 台湾媒体就是知道台湾的事情 你要知道台湾的事情的话 你就是从新闻才知道嘛 那新闻就可以 它可以左右你 要知道的事情 大家知道新闻台都会分 可能国民党 或者是民进党 有蓝绿之分 所以你看哪一台 也有差 如果你看的是 蓝色的电视 那他们就会 一直播 绿色的坏话 或者是他们就不播 绿色的好的事情 那相反来说 你如果你看绿色电视 就是相反的情况 所以基本上你看哪一台电视 会非常影响你的观感 这就是传播的力量 那艺术方面 我们就会分 非常多个区块 那基本上 每一个区块 我们都有最基本的必修课 但是你要在网上的话 你就是直接做学修 你就不用在 每个都要去做 你只要选 你有兴趣的那个方面就好 所以分为新闻 广告 广播 电视电影 好 那一到四年级 我们学的东西 就会比较大范围 一直缩小缩小 就是一个选修上面 一年级就是必修大于选修 所以呢 我们基本上就是 传播跟艺术的 那个比例就是各半 那传播 就会很多必修啦 其实一年级你能够选修的课程 还算不多 但是一年级的活动会比较多 例如这个就是我们一年级进去 那系学会的人就会 帮我们办 迎新 那我本身是系学会的 这个就是我当系学会的时候 帮 学弟妹办的迎新活动 好 二年级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有专业选修 但是这个时候 专业选修只分成 算是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电视剧 第二个是电影剧 那上 你上学期选了电视剧 你下学期就一定要选电视剧 就是要做衔接 所以你上学期就要选好 你要电视剧还是电影 那差别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底片跟数位的差别 如果你选电视剧 你就要用数位的机器去拍 那选电影剧 你就要用底片去拍 那底片就会比较花钱一点 所以 可是底片呢 你拍出来会有某种质感在 就是有些人喜欢电影的质感 那如果你拍数位 他会比较省钱一点 所以你就可以把其他的钱 拿去做在其他的事情 各有好处 看你喜欢哪一个 那当初我自己是选择电影剧 只是用底片拍摄的 我觉得用底片拍摄是一个 还蛮特别的经验 虽然非常花钱 但是我觉得很好玩 那三年级的时候 主要会是实习的部分 就是我们 会 有一堂实习课 然后呢 暑假的时候 你就要 选一家公司到他那边去实习两个月的时间 那当初我的实习课 我是选择了 到这个 他是做声音的公司 那 这个声音公司他在台湾 他在台湾非常有名 叫做深色盒子 那我这个盒照就是 这一间公司的老板 他叫杜朵枝 所以几乎台湾的电影 非常多啦 不是全部 都会去到他们公司去做 所以那时候我去实习的时候 就是帮忙他们做声音的部分 那声音跟配乐是不一样的 那我讲一个最简单的就是 他们会有一部电影进来 然后 可能主角他在走路 那他穿的是高跟鞋 可是当初收音的人 没有收到这个高跟鞋的 的声音 或者是他收的 因为环境太吵了 所以说的不清楚 那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 那个高跟鞋的声音再配回去 所以就会看到很多 就是在做声音的人 他们就会到录音室里面 然后穿着高跟鞋 配合的剧情 在走路 露出他的声音 然后最后再修一修 把他放回影片 所以其实这家电影很多声音 都是后来才配的 只是你听不出来 那 三年级还有另外一个大项的 就是 算这个好像叫实物操作 我 我有点忘记他的名字了 总之这个就是我们要自己组一个团队 然后 你要去自己去找比赛来拍 你要自己去找 就是让团队有做运作就是了 那这个就是 当初我们这个团队 就是跟学校合作的那个MV 有放在最前面的那个背景图 所以这个MV还蛮有趣的 大家可以在网路上面找到查语科技大学微校MV 那个就是我们拍的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还蛮特别的经验 这个也会有指导老师来帮你 会来指导你说要怎么做 那其实你就可以跟指导老师去讨论说 我们这学期要做什么 我们可能要拍影片 我们要拍比赛 那这个就是老师那时候就是叫我们做 那四年级的时候就是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毕业制作 毕业制作呢 你可以选择很多的方面 你不一定要拍片 你可以选择写企划办活动 什么叫写企划 就是你要写出一个活动或者是一个组织 然后呢最后呢要真的把你写这个企划去做出来 这个就是我朋友他们去 他们写的一个企划 这个企划呢主要就是说 因为台湾非常多的小朋友 他们可能没有早餐可以吃 因为没有钱 所以他们就写了一个企划 要办了这个假日二手市集的活动 所以我们大家就把自己二手的东西就拿出来 买买义卖 然后呢就 办得有点像原油会这样子 然后前面也有表演啊 那卖的钱就会 捐给这个公益的团体 让他们去帮助这些小朋友 所以他们的企划就是从写好 然后呢 办好这个活动 才算结束 那老师就知道老师就会依照你们写计划跟办活动的程度 就去为你的毕业制作做评分 那有些人可能就会就此就结束了 那其实有些人的企划就是在毕业之后 他们也会把它继续进行下去 我觉得继续进行下去是一个还蛮不错的选择 那你也可以写剧本 就是你写了一个剧本 然后呢在期末的时候 我们就会办一个发表会 那你就在发表会上面 发表出你的剧本 老师就会依照你的发表去帮你做评分 再来就是拍片 那二年级的时候 你是一定要选择拍片 然后只有电视跟电影剧 就是要拍短片 但是四年级的时候 你不一定要选拍片 你有前面两个可以去做选择 那你如果还是选择拍片 你就可以选择 不一定要电视电影 就不一定要短片的形式 你可以选择广告 也可以选择MV 这些都可以 可是你 因为我们大概在 三年级的暑假 我们就要进行团体 就是要组 组一个剧组 然后呢我们就要开始 筹备前置的作业 我们可能就要把剧本写好 然后分工分好 然后呢 之后呢我们就要 之后我们就要跟老师 去做发表 就有点像剧本的发表会 然后老师就看我们的发表之后 我们发表内容就会说 我们的剧本是什么 我们的分工 我们的预算 这些我们都要去做一个 很完善的准备 等于说老师就是你的业主 你就要说服他 让他去拍 去让我们拍节谱片 所以呢 必须有通过才能进行 那当初我自己选择的是 我还是选择电影 就是用底片去拍的 然后我们也很顺利的通过 接下来就是 我们会继续前置作业 然后呢 等到 因为我们的机器都是跟学校借的 所以我们会排时程 所以到时程 我们的时程开始之前 都是我们的前置作业 等到 该借你器材那个时候 就是代表你的拍摄期开始 通常我们都会把拍摄期 设在15天以内 这个就是我们拍片的现场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镜头的后面 其实就是一个 不是很好看的 的状况 但是 我觉得拍片就是这样 大家可以 可以包容幕后的辛苦 去成就目前的光鲜亮眼 这个就是幕后工作人 他们必须要 有的心态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幕后就是 会很脏乱然后很辛苦很累 那可是这个就是 就是你要拍完一部片 他要付出了在家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 就是看如果你不喜欢那你可能就不适合拍片这个行业 那我后面放的这个照片都是我们毕业制作的时候拍摄的场景 嗯 然后我是中间的那个 就是拿大成功的那个 这个是一个赌场的戏 所以呢那时候我必须控制 大概十几二十个的临时演员 然后分配他们的走位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拍片会是一个小型的社会 所以 因为大家每一个职位的不同 你可以去体会到 要做的事情 那你做的事情 其实很多可以反映在你的生活上面 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 蛮有趣的连结啦 但你可能自己拍过片才会知道 然后呢这个是 因为我们当初毕业制作的 场景就是我们找了一间空屋 然后就跟那个房东去做接洽 然后他完全是空的 天花板也差不多快塌了 后来我们的美术就非常厉害 他就把它重新的 去整顿 然后呢就把它设置成一个全新的场景 那我们就会有一点复古的风格 可是我们的最后一场戏就是 呃必须要把这个场景给破坏掉 所以当初我们的美术就非常的赏心 因为他这个景他在搭了好几个月 是非常辛苦 但是这个就是 但为了剧本我们就必须这样做 所以拍片是一个 得到跟牺牲的过程 我自己是怎么认为 你必须去牺牲很多的事情来 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那我们拍完片之后呢 这些影片我们就 因为我是拍电影剧的 我们就拿去冲洗 所以回来之后我们就要开始后制 后制呢要做什么呢 因为我是副导演兼剪接的工作 所以剪接也是我 那这张图就是 当初我在跟导演做讨论 讨论说我们要怎么去剪 可是因为在电脑上面如果要 直接排出来会有点 有点麻烦 所以我们就用小纸条 然后按照他的时间去这样做排电 然后我们就直接可以去替换 做讨论 剪接有非常多的方式 就看你要用什么方法 那那时候 那时候剪接的过程就是 会还蛮累的 因为常会讨论到很晚 然后 然后这位女生就是我们的成音师 她就是负责做成音的 然后我们就会 我跟她还有导演 我们就会三个唱 就会讨论到非常晚 然后这张图是我们已经在胶片的期限之前 我们要把它做输出映成 烧录成光碟 那时候可能已经好久 一两天没有睡觉了 大概 好 那后制结束呢 不是交片就结束了 这样还不算完成你的毕业制作 我们要开始宣传 所以我们的美术不是拍完片就没事了 她在后制的时候她就必须去 这些东西 画面上面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美术的范围 像我手上拿那个是预购单 就是大家可以先预购 然后我们做好的时候我们再发给她 然后我们还有送毛巾啊 然后DVD的盒子啊 那我们这些周边商品就会在 我们就会选定一堆时段 然后就在朝阳的校园里面 我们就会有一条街都是我们所有毕业制作的人 我们就会在那边摆摊摆摊位 大家就开始宣传 就可以卖我们的DVD啊什么的 好 那我们最后最后就是要播给大家看 我们学校有一个非常大的礼堂 然后我们我们的前面的宣传的主要也是要告诉大家 在那个时候可以来礼堂看我们的影片 我们会分两天 通常会分两天 所以呢就是 哪一个时段蛮重要的 好 那礼堂播完之后呢 这个就是我们在校园里面播的时候 那我们通常还会在半影展 会分校内跟校外 校内就是我们刚刚看的那个DVD的公伯 校外的部分我们就会 每一届的形式其实不太一样 那我们那一届呢 我们就跟 加我们学校就有四个学校我们一起办 连展 我们就选在松山文庄园区 的那个仓库里面 然后呢大家就在里面 每一个学校做区隔 然后做音展 可以做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交流 然后 我们也远复到台北 让台北的 人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作品 这个就是我们学校的堂位 那我们就 我们就 给我们的影展 一个名字叫做关键影格 然后呢 里面也可以看到一个一个堂位 这个是我们的 余说 余说是我们的BA制作 然后这个是我们在台北的堂位 好 好 等到 这个影展结束 就 你的BA制作就差不多结束了 好 金传奖 就是我们传播艺术系 算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因为这个金传奖 就会是 我们所有毕业制作的人 我们就会把它送去 送给老师去做评审 那老师就会依照每一部 他们就去分出 就会有点像金马奖 然后斯卡奖 就会有什么最佳导演 最佳影片 这些奖 然后 这个也是系学会去做 筹备的 所以我们 我们就真的是一个 去参加的心情 所以我们也视线也都不知道 自己到底得了什么奖 好 所以呢 这个活动 就是真的跟 电视上面那些颁奖典礼蛮像的 我们就会 颁了几个奖 然后中间就会有一段表演啊 然后再开始颁奖 其实蛮有趣的 OK 那 我刚刚讲的都会是 超羊科技大学的传播艺术系 他们的一个每个年级的大象 那其实其他会有一些 一些还蛮有趣的课程 例如传播史 传播理论 就是我前面讲到的 有关传播的 的这些事情 我觉得它很重要的事情是 它会让你有一个独立思考能力 你不会让 这个媒体牵着鼻子走 你可以知道说 今天它讲的东西 其实不一定是真的 电视上面讲的东西 不一定都是最客观的 所以你就会知道 你有时候可以知道说 媒体是不是现在正在操纵你的思想 我觉得这个算是 独传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收获 因为 台湾媒体其实 大家都知道有点可怕 他们会不断的灌输你某种观念 或者是他们其实爆的东西根本就是 不足为题 大家可以自己去做判断 第二个就是有一堂叫做创意思考课 那这堂课其实 会蛮有趣的 就是老师会用各种不同的方法 就让你去训练你的思考能力 那你可以藉由这堂课去更了解说 我的更了解你自己的想法 因为你可以从你就是创造出来的东西去知道 原来我目前在想什么 这样子 那企划写作 其实我觉得我一开始听到这堂课 我觉得好像是有一点无聊 就是我对企划没有什么进去 可是这堂课我觉得 他在某方面也是训练了你的独立思考能力 因为老师虽然会说 上课就会教你有关企划写作的东西 但是他会有 他常常会出课堂作业 比如说他就会说 我记得那时候有一堂 有一个作业是 那时候电影一夜台北上映 老师就说 OK你们大家去看这部电影 然后写心得回来要给我看 那老师很特别的是说 他完全不限制你要写什么东西 你可以写这部片的好话 你可以写这部片的坏话 老师只想要知道 你这个人在想什么 所以你可以用最诚实的话去写这部电影 那透过这个过程你就又可以知道说 我这个人的 的思考能力是什么 好 那这堂课他最后就是你要建构一个节目 你要建构一个可以做一季的节目 很容易荡人 所以大家都非常害怕这条课 但是我觉得 后来我就通过了 所以 我觉得是一场 还蛮有趣的课程 剧本创作就是 要写剧本的课 所以你在一个学期 你可能会写 好几个剧本 音效跟后制作 就是 有点像我之前 我刚刚说的 我去实习的那堂课 就是我们在做 不是做配乐 我们是在做音效这件事情 对 所以呢 很多人就可以在 这些课程里面 你就知道说 我自己喜欢的是什么事情 我自己喜欢去做音效 我喜欢写企画 所以很多事情 其实你真的要做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你要什么 那 除了课业之外 我觉得还有很多 很多事情是 跟课业一样重要的 你必须要自己去找事情来做 因为也许 你可以说 我的兴趣就是拍片 我就是想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 就不去尝试其他的事情 这是非常不好 因为 我讲一个最实际的好了 你拍片需要很多的 idea的来源 你需要很多 生活经历的资料 如果你只专注在拍片这件事情上面的话 其实你会是一个非常平华的人 不管你 你选择的 专业是什么 你都 不应该只着重在某一个点上 你必须用 去接触各方不一样的东西 来 来让你自己做成长 所以要自己找事做 要做什么事呢 我就举一个例子 当初 我朋友 他们在租的那个房子 前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庭院 那平常他们就是 停车用 然后呢 那时候我们的 我们已经累积了一些作品 然后已经大肆 所以他就觉得 既然有这么大的一个场地 那不如我们来自己办一个影展 所以他就 募集了 我们大肆所有人的作品 然后学弟妹他也做募集 就是大家可以投任何一个作品 我们都不会拒绝 你只要交过来 我们当天就会 播音 然后呢 因为播音是在户外 而且又是要用投影片 所以我们只能晚上来播 那早上我们就做了什么事呢 我们就办了一个二手市集 大家就 又可以把东西拿来卖 因为 其实拍片 就会做了很多东西 买了很多东西 可是拍完片可能 其实那个东西又 用不太到 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些东西 就拿出来 大家一一买 所以大家就直接在地上 我们就直接摆的东西啊 就来做 所以 其实很多事情就是 你必须自己去想出来 不要等着大家 别人来告诉你说 我们来做什么 这样子 好 到了晚上 我们就 会在地上铺 那个毯子啊 或者是有几张椅子 然后呢 我们就在 就在墙上 放一块摆布 然后我们就 就播了 其实这个真的是非常简单的一个 一个小小活动 好 可是当天 大家就是会非常开心 因为看到自己的作品 在这么大的萤幕上面播 就会觉得 很有成就感 所以成就感这件事情 就是 一个 算是拍片的人最 最珍惜的东西了吧 因为 有这个成就感 我们才可以一直拍下去 好 再来就是加入戏学会 其实加入戏学会 有很多阿里亚扎的事情要做 那 当下你可能会觉得 啊 也太烦了吧 就是 因为 你要管 呃 办一个这么多人的活动 一定会有非常多的 问题 可是 办完之后 你会觉得 其实自己的收获 也蛮多的 那 这个是 是 学校一定会办的 叫做 系啦啦 就是 每个系 的 一年级的学生 我们就派出一对 然后 进行啦啦队的比赛 可是没有 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种 会翻来翻去啊 那么厉害 我们就主要是用视觉来做 做 做取神 就是大家可以用 像背景 可以看到非常的大 然后 化妆非常的夸张 所以呢 背景化妆跟 对行 就是 系啦啦非常重要 的一环 那 这也是系学会 好 第二个就是系合唱 也是一年级的活动 然后系学会去做指导 去办这个活动 所以系学会要做的事情 非常多 因为学校有很多活动 然后 银星啊 金船奖啊 这些都是系学会要做的事情 但你为别人服务 人家可能 也没有 不会每个人都这么灵气 但是在做的时候 你会发现 自己要处理非常多的事情 悟心中你就会有成长 好 参加比赛会是 也是 呃 传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 其实在学校很多作业 但是这些作业就是 仅限在课堂上面 那 你真的要说 课堂上面的作业 够多吗 也未必 所以很多我们的作品都是 我们自己去找比赛来参加 然后累积起来 那 其实大家可以去看 奖金猎人这个网站 他就会提供非常多的比赛 不只是影片的 他也有设计的 也有唱歌的 任何类型 所以上面有非常多的比赛 他们都会出题目 你就可以依照这个题目去做你的创作 好 例如这个我们就 利用休息的 放假的时候 我们就去高雄 拍了这个拍片大挑战 我记得他是48小时 就是你要先写一个剧本 然后投过去 然后OK他通过了 然后呢我们就在 拍摄的 时候要比赛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到高雄 然后他就在现场 抽一个题目 你就要加到你的剧本里面 OK 然后比赛开始 你要在48个小时里面拍完 剪接完 交出完整的片子 好 那时候我们就得了金牌奖 我觉得这个比赛是非常累人 因为你要48小时里面做好一部片 真的是会有一点困难 但是非常的好玩 因为你可以知道 大家跟时间赛跑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那时候去参加这个比赛 就是非常的有成就感 因为我们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 做出了这个比赛 然后这个是我在毕业之后 又跟朋友一起参加的一个比赛 这个是在串朝阳蛮有名的比赛 就是角色台中 台中他们要办这个比赛 主要就是希望大家用影像的方式去行销台中 所以呢 我们就会在这部片里面放入非常多台中的场景 那这个就是在台中的高美师弟 我们在做拍摄 这个比赛也是非常有趣 因为几乎每一届我们系的人都会去参加 那我也参加了好几届 这个是我最后一次参加 就是你要去行销一个程式 你要去怎么做 这个是非常一个有序的 的题目 其实会有一个规则限制的题目 我认为都是蛮好的磨练 因为你有这个规则在 你就必须用这个规则再去做出变化 而不是一个死板板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参加比赛会是一个 你很好去接触不一样的东西 虽然还是拍片 但是你会用这个规则下去想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你这个人就又有一个变化 好 总之呢 我觉得 你一定要去尝试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大学绝对不会只有读书考试这么简单 如果你你只专注在读书考试这件事情上面 你只局限在你的校园里面 你会发现你毕业之后 你有的东西不够别人那么多 你会发现你会变成一个蛮贫乏的人 所以很多事情你要 可能机会来了 你又拒绝它 那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很多机会是必须要去尝试 好 那 毕业之后呢 嗯 我觉得学习到很多事情 第一个就是独立生活 因为我从台北到台中去念书 所以呢 我就一年级住在宿舍里面 之后就到外面去租房子 那这段期间 我有自己一个人住过 也有跟朋友合租 算是各种形式的房子我都有住过 那 其实这个是一个还蛮有趣的过程 你必须管理你自己的生活 你自己的时间 所以呢 所以呢 这算是一个长大的过程 第二个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 因为呢 所有的事情你必须自己都决定 那上课有关传播的啊 企划这些 他都有训练到你这方面的能力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你才可以知道 世界的 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你自己的 调性 你知道你自己要什么 再来 就是 你可以更了解你自己 因为你常会去 我认为拍片就是这样 你可能不管你写剧本 你在拍影片 很多东西都是由你自己来做出发 例如你写一个剧本 最多人的方式就是从他自己的故事去 去写出一个 他自己的人生经验去写出一个故事 所以你就会发现 你自己对于你自己的事情 的看法是什么 有的时候你觉得 不是就是这样 可是其实你要写出一个剧本 你又会有一个新的发现 你又会知道 原来我是这么想的 对 我认为了解自己 就是 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最后 你真的想拍片吗 毕竟拍片不是 这么 大家想的这么轻松容易 这么有趣 因为拍片是非常累的事情 拍片是非常需要医力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有想要进到这个行业 这个科系 你必须先问问你自己这个问题 你真的想要拍片吗 ok 我的分享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